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1个,三星下注美国芯片厂 芯片之战大局出定 第2个是俄罗斯撤军了 第3个是孙大午被控八罪逮捕 先说芯片这件事情 三星电子公司已经向 德克萨斯州的主管部门提交了一个文件,在当地投资170亿美元 建一座全球最大的单体的芯片厂 那么这座新的芯片厂可能 会选择在德州的奥斯汀附近,那么预计创造1800个 工作岗位 那么三星响应拜登政府的号召,加快敲定在美国 投资设厂 这个计划最快会在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 下个月底访美之前正式宣布 根据三星提供的文件,三星还会和 亚利桑那州,通常是凤凰城了 还有纽约州等美国其他的州恰商,但考虑到 德州的这个税务优惠 奥斯汀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按照设计,奥斯汀的芯片厂 占地70万平方米 是全球最大的单一的芯片厂 三星计划为这座工厂配备最先进的 极子外光刻机 每台价格超过 1800万美元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三星的芯片厂将在 2023年的第四季度上线 这个非常快 三星预计新的芯片厂在运行前20年中 经济产出约为86亿美元 长期工人的工资总额会 达到73亿美元 三星在美国拥有足够多的客户,包括 IBM 英伟达,高通,特斯拉,他们更愿意使用三星位于美国的芯片厂 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 的芯片 那么这个为这个三星在美国建厂带来动力 当然另外一个动力 是来自于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的要求 所以另外三星也希望在美国建厂 和这个台积电竞争 三星在他的文件当中没有讲 到底会用什么样的工艺制程 专家猜测 那么三星在美国建的这个第一座 美国建的这个厂 可能会采用 3纳米的先进制程工艺 那么可能是美国第一座 采用了3纳米 先进制程的芯片厂 美国到目前的位置还没有,那么 台积电的方面呢,台积电是明年 要推动他的量产 他已经实现了工艺制程 但是他要推动的是量产 奥斯丁技术委员会 首席执行官说 由于还有其他竞争激烈的市场正在寻求 获得三星的这个合同,因此我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奥斯丁脱颖而出 那么美国半导体协会最新的报告显示 最新先进的芯片制造 几乎全部都在亚洲,其中92%是台湾 如果台湾无法生产芯片一年 全球电子 电子行业 将会 损失 5000亿美元的这个营业额 那么全球电子产业的供应链将会停摆 那么所以美国正在推动什么,美国正在推动他的 芯片安全战略 那么 3月23号 芯片大厂 英特 这是老牌的芯片厂 英特宣布 第一步扩产计划投入200亿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建两座芯片厂 未来还会在美国在欧洲继续扩产 这已经 其实最先宣布做这件事情的是英特,英特上来就说200亿 英特首席执行官辛格说 美国政府的需求 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比如美国国防部 就要求建在美国或者在欧洲本土 一个可信赖的芯片产业链 这是美国国防部的要求 那么美国现在正在和 国防部竞标 竞标国防部的订单 那么全球第三大 芯片代工厂 叫格新,格新Global Foundaries 计划投资14亿 那么在提高它在美国 在新加坡和在德国的三座芯片厂的产量 并且有可能在纽约 Murta厂附近,它在纽约有一个芯片厂 再建一座厂 这是革新 革新说,他们位于纽约州的8号工厂将为 美国国防部提供安全可靠的半导体方案 用于建造 制造这个国防部最敏感的系统 那么这是革新 你看啊,三星已经下定了 下定要建170亿 然后是这个,然后是这个 英特尔 英特尔是200亿 然后是革新,革新现在还没有定 到底它建不建厂,是不是建一个新的厂 然后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规模最大 台积电已经发出了内部的通知 计划在凤凰城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新建6座5纳米的芯片厂 投资将近是360亿美元 投资规模是最初宣布120亿美元的三倍 那么川普时代 川普政府已经说服台积电 在这个 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就是凤凰城 那么 这个计划其实今年年初已经动工 预计是2024年投产 那么台积电表示 未来三年会投资1000亿美元 扩充这个芯片的产能 在全球范围内选 选址建新的工厂 不过 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表示,尽管 会在美国建厂 但是 他们会保留最先进的技术 目前台积电实现 量产的是5纳米 那么明年进入这个3纳米量产 量产器 这全球最先进的,那么3纳米现在三星也已经实现 但是也是没有实现量产 那么供应链安全的考量推动了 这一轮这个欧洲 和美国,欧洲也在推动 芯片的扩产 但是欧洲的步伐远没有美国的快 2月24号 拜登总统签署 行政命令 开启对美国整体产业 供应链安全的突击检查 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拿出 当时就拿一个芯片出来 给大家看 说这个是21世纪马蹄铁的钉子 意思就是 如果少了这个钉子 这个国王就会摔死 那么这个 这个战争就会失败 芯片作为 作为电子行业 数码经济的基石 每一个国家都离不开芯片 那么美国国会 今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 那么推动产业链安全 对芯片产业 进行补贴 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 那么有500亿美元的预算 那么支持科研和芯片制造 4月12号 4月12号 拜登总统召集这个芯片峰会 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公司都参加 英特尔三星台积电都参加 包括革新都参加 那么解决这个半导体短缺的问题 但其实 核心的是什么 核心的是要芯片厂 到美国 开厂 那么 目前美国在芯片产业链中 它的位置 基本上是 几个关键 四个环节 一个是EDA 一个是核心IP 一个是芯片设计 一个是设备 这四个环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欧洲是在EDA跟设备这两个环节 占有四分之一的产值 那么过去30年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本来是芯片制造的重镇 然后就变成高度依赖代工 代工主要是三星和台积电 主要是台湾跟韩国 那么而且 而且欧美的这个 芯片的工艺也落后于这个台湾跟 跟韩国 英特尔现在是7纳米 7纳米的研发正在推进中 台积电已经量产了5纳米 研制 跟量产 中间差好长的距离 而且他差了一代 那么现在正在明年要实现的是3纳米的量产 三星5纳米已经量产 三星的3纳米正在 正在研发 也就是说目前 全球只有台积电跟三星能够量产5纳米 及以下的这个制程 那么所以 最先进的芯片还是靠这两家 英特尔还是不行 那么美国推动 台积电三星在美国设厂 就是把芯片的产能 拉回到美国来 美国会成为另外一个生产 生产的中心 确保美国产业链的安全 同时也能够带动 上下产业链的这个服务 为美国需要服务 那么在美国在中美这个科技竞赛的背景之下 这个中国也在大力推动芯片产业 大链芯片 中国在 中国其实在过去10年 应该投资超过了2万亿人民币 在芯片这个产业 整个的产业链投资超过2万亿人民币 但是效果 效果没那么明显 明显 但是呢 中国的芯片的这个核心的 部分是在低端相对低端的这个部分 波士顿资讯集团的数据 到2020年去年中国的产能达到了全球 全球的15% 预计到2030年达到24% 从产量上 从数量上 超过台湾跟韩国 成为第1大芯片制造厂 制造国 但是呢 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厂就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能够 提供14纳米的厂商 14纳米 台湾跟韩国已经是5纳米 然后就是去年12月中芯国际被纳入实体清单 所以也就意味着 中芯国际要进入10纳米以下的 制程研发 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办法做 那么目前 中芯国际 继续在扩产能 扩产能 主攻是28纳米以上的这个成熟的工艺 那么大体上现在全球 芯片的产能布局 呈现出来的格局是谁啊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 看得比较清楚 先进制程的产能 集中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台湾 这个没有疑问 那么台湾的代工规模比 仍然是最主要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开始形成新的产能中心 主要的目标是满足美国本土的需要 确保产业链安全 这是第2个 第3个 中国在不断的扩大 相对低端的 低端的产能 成为他的这个满足他的一部分需要 他不能满足全部需要 所有的高端产品全部需要进口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大体上我们看这个芯片之战 基本上你可以现在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大局出定 这个格局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中国在以中芯国际为核心的这个芯片产业开始慢慢的成型 成型 那但是目前 中国的市场正在经历紧张时刻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全球半导体供应紧张 这是从 从去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芯片荒 另外一个中美关系紧张 地缘政治的关系 让中国的厂商恐慌性的同货 这恐慌性的同货 恐慌性的同货 那么中国市场 本来就很紧张 然后你 大家再去同货 同货意味着什么 你原来需要100个 突然一下子变成需要变成300个 所以需求一下子 瞬间爆发 那令这个芯片荒更加紧张 那么中国去年 这个 中国去年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去年 半导体 进口 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12 百分之14 芯片现在 我们先讲这个芯片紧张 芯片缺货 缺货到什么呢 从代工 到封册 蔓延到整个产业链 就是说 芯片紧张 它不是某一个最终的 芯片紧张 而是整个产业链在供应紧张 然后汽车 手机 笔记本 多个消费领域 进入 陷入了芯片荒 那么 三月份 三月份中国芯片进口 突破了 359亿美元 美元 然后就是第1季度 中国的芯片进口总量 达到多少呢 达到1556 亿个 单元 按年增长33% 总值达到多少 936亿美元 这是历史新高 一个季度 中国芯片进口了936亿美元 那么去年 去年中国芯片 进口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 3800亿美元 3800亿美元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 华为在同货 就是为这个芯片备货 因为它被制裁 所以它在期限来到之前 就疯狂的进货 所以 3800亿美元有一部分是 华为为今年备货 产生的这个需求 那么380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8% 增长14% 然后呢 去年的中国从日本 韩国台湾购买了320亿美元的设备 用于芯片生产 比2019年增长了20% 那么现在正在发生 中国正在发生这个芯片荒 导致什么结果 导致中国企业正在用20倍的差价去抢购芯片 那原来一些叫特殊的叫单芯片 单芯片去年每个卖8美元 现在 标涨到50美元 那么不问价格 直接下单抢 都没办法达到满足需求 通用的芯片原来是几块钱 现在也涨了 8倍10倍 许志军 华为的轮值主席许志军 华为抢芯片 那是非常的有经验 他说 中国企业原来是追求零库存 现在备货 都提前备货三到半年的 甚至更长 那么 每个企业都 抢这个备货 这个备货周期全部乱掉 恐慌性的备货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去 去这个清华大学 视察 因为清华大学110周年纪念 去看一下 然后清华大学就成立一个什么呢 成立一个这个 芯片 芯片学院 这个 大链芯片 现在中国还在热潮 热潮当中 你可以看到 200亿 17360 已经将近1000亿美元了 就在芯片这个领域 然后你可以看 芯片厂 美国芯片厂一盖 上山由于上来 那就会带动几千亿的投资 所以你看 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产业政策还是非常的有效的 这是第1个 我们讲另外一个 就是俄军 俄罗斯军队突然撤离了 4月22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 在克里米亚发表讲话 说已经命令参与演习的部队 在5月1号前返回常驻基地 那么他说 我相信这次演习已经实现了对边境 进行突击巡查的军事目标 我们军队已经表明 证明了他们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能力 然后这个乌克兰是4月14号 说这个俄罗斯 组建了 在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交界的地方 部署了11万大军 56个营级战斗组 那么这个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然后是 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从边境撤军 公开表态之后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在推特上表示 俄方这一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决定 表示欢迎 然后 这件事情实际上 令这个俄罗斯 和乌克兰可能开战的 说法呢 就变成 变成 不具有前瞻性 大家都在分析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在这里 进行一场这样的 这种级别的 我们叫武力威胁 这是第一个 就是当初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俄罗斯为什么要撤 当然在做第一个这个动作之前 我的判断是 俄罗斯不会打 俄罗斯不可能打 俄罗斯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他只是个威胁 威胁的原因 当然 他要 他其实是在做一系列的反制 就是 拿俄罗斯来说话 因为无论是英国 还是美国 还是欧盟 都把俄罗斯当作 第一个 对手 在过去一段时间 然后呢美国也 又对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在对俄罗斯进行 政治上施压 那对俄罗斯来说呢 他在政治上反制的空间并不大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对西方国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 持续施压进行反制 那怎么办 那唯一的出口 就找到了乌克兰 乌克兰是个 乌克兰是个软肋 因为他还没有加入北约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之间有摩擦 他们之间有摩擦 当然你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牙之后 他其实 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其实一直是有战略意图的 但是这个战略意图 他不敢动 因为 克里米牙已经付出沉重代价 俄罗斯敢不敢再做这个动作 我的判断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 现在跟之前的情况是 有非常大的区别 就说 之前是 没有 西方国家没有把俄罗斯当作 最突出的危险 主要危险还是俄罗斯 特别是欧洲 但是美国并不是 现在美国把 把俄罗斯放到中国前面 把俄罗斯放到中国前面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其实是缓兵之计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动乌克兰 那正好给大家一个机会 所以 俄罗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把头伸出去 让大家打一把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不做任何动作呢 他又没办法回应 西方国家持续给他施加的压力 他是很难过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不能打 他不能打 部队又去了 施加压力 把这个 把这件事情拉得非常的紧 好像要打的样子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会打 但其实他是不想打 所以来到这个一刻的时候 还是撤吧 但他战略目的实现 第1个 乌克兰已经服软 第2个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都知道 哦 你俄罗斯真的 他是 如果他真想打 他有可能会打 他已经知道这个信息了 已经收到 美国跟欧洲都已经收到了 俄罗斯发出的信息 普京发出的信息 所以 所以他就撤了 他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派11万军队跑到乌克兰去 发出一个这样的信号呢 其实是不明智的 所有的独裁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缺陷 什么缺陷 就是信息不够充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那么独裁者也会有自己的偏好 他会倾向于获得对他有利的信息 这是人的弱点 没有办法 避开 那么独裁者 都有共同的 这个 缺陷 这种缺陷会导致他的一些误判 这种误判是什么 这种误判就是 就是把自己的实力会被夸大 会夸大自己的实力 因为 他会倾向于接收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俄罗斯做这个动作非常的不治 为什么 你既然不打 你就不要派军队去 如果你要去拿 你就直接派部队去拿 下就好 因为这么做 后果是什么 就是 你会付出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的后果 就这么简单 就是 当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欧盟也好 英国也好 把俄罗斯当作 最重要的战略对手 或者是敌人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还把你的武器亮出来 这不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 凭证吗 就说大家的判断是对的 你就是最重要的敌人 你就是威胁最大的敌人 所以俄罗斯往后面走的路并不舒服 西方国家会让他更难过 就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这样 这是一个 就是关于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军 我不想讲太多 因为 俄罗斯普京这种虚张声势 很符合 很符合 他们的特征 没有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变化之处 我们讲第三个主题 孙大午涉八罪 被正式逮捕 那么大午集团 大午集团的创办人孙大午 那么 他的法务总监杨斌 昨天在这个微博上透露 拘押了五个月 孙大午已经被拘押了五个月 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六名高管 收到了逮捕通知书 那么孙大午的逮捕通知书 我看到了 八个罪名 给孙大午有八个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采矿罪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非法占用农地罪 强迫交易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妨害公务罪 总共八个罪 那么他现在在这个 拘押在高碑店看守所 杨斌在微博发帖文是这样说 没有射黑 也没有传说中的境外敌对势力 当然这只是逮捕的罪名 种种迹象表明 侦察机关在加快办案节奏 孙大午已经 孙大午的这个事情 起源是因为他跟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 土地纠纷的原因是什么 土地纠纷的原因是 他跟他之间的有个租约 那么这个租约呢 他在上面盖房子 这个 国营农场说你这个地 我不能够给你盖房子 就去拆他的房子 双方有冲突 双方有冲突 然后直接 当地警方直接派 特警 不是武警 也不是公安 特警 直接抓谁呢 直接把孙大午一家老小 十几口人 抓走 一夜连夜抓走 抓走了孙大午 从老到小 全部抓走 把整个的大午集团的管理层 30多个人 直接全部抓走 那么现在陆陆续续放出来 放出来剩下谁呢 剩下孙大午 和他六个高管 六个高管 那么这是什么 这件事情 就是非常典型的政治迫害 孙大午面临的一个政治迫害 一个企业家面临一个政治迫害 那么孙大午是 孙大午的形象就是两个 第1个是草根 他是一穷苦出身 靠 他们两口子靠自己的勤奋拼搏 建立了现在的这个企业 所以他是一个出生于草根 第2个 非常感言 他非常的感言 2003年4月 孙大午发表这个 导念李慎之的文章 那么 这是一个 2003年 这个当局非常的愤怒啊 这件事情 说这个被当 这篇文章 孙大午开始被整治 这是2003年4月 2015年 孙大午 又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公开支持维权律师 那么他在文章里面说 律师这种前赴后继的壮举 让人揪心 让人绝望 也会让人 让人们发出求救声 毕竟社会还是有良知的体现 但是面对 恐怖的时候 咱们这些平民百姓又能怎么样 精锯的睁开眼睛 冒叫一声 但这不仅仅是动物的本能 也是现代残存的良知 更是人类追求生存的底线 免除恐惧的自由 这是孙大午在他的文章里面这么说 那么去年10月 孙大午在发那个微博 说有人说什么叫黑社 什么叫社会黑 晴天白日 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细细嚷嚷 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 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 白天活见鬼 夜里 夜里死见人 那么后来就发起过一系列的微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孙大午面临这个局面 其实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着两点 第一点 中国的企业家 这个如履薄冰 如龄深渊 那么战战兢兢 因为他们的生存 不被保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中共现在对这个 不同的声音的打压已经到了 令人发指的地步 那么孙大午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是呼吁大家 广大网友关注孙大午 孙大午的遭遇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 观点 英特有更高的设计规划 英特的7纳米和台积电 三星的3纳米相差无几 OK 能告诉为什么吗 情况 英特的7纳米 晶体管的密度相当于台积电 和三星的5纳米 他有一座7纳米厂 在北爱尔兰在建中 疫情期间也没有停建 OK 观点 三星跟台积电在美设厂 其实是同名状的概念 主要是需要美国的最新的技术合作 不然无法跟对方竞争 到美设厂是不会赚钱的 张冲谋说 人才是主要的问题 另外美国不会因为工作而卖干 而 台湾人 和韩国人会 我不同意他是不会赚钱 三星厂也好 台积电厂也好 他一定会赚钱 为什么 不赚钱他就不会干 他肯定是谈好了条件 让他有钱赚 否则他为什么去干 所以我觉得 投名状是没有错 这个我认为是对的 这件事情肯定是投名状 就是说我去设厂 然后美国不会在技术转移上 给予限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换 这是个交换条件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在美国设厂 如果没有盈利的话 这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他一定会让他变成有钱赚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张忠谋说人力成本是很高 是没错 他一定会找到让他赚钱的途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管理和经营啊 情况 我们做的产品上用到两个SD的 MCU芯片 从最初的十几元 涨到现在快200元 造成目前硬件成本超过之前的卖价 无法再接新单 目前大部分是代理商和 和中间现货商在疯狂涨价 原厂那里基本上只涨10%到30% 那是 100块要不要 要是吧 下面那个 债人来要120你要不要 要的话 我这100块就不给120了 情况 晶片生产对环境影响很大 加州对这个控制的很严 我退休前的公司在南加州有一个分部 是生产政府用的晶片 经常有环保人员来检查 所以现在那里那么多的 公司到亚利桑那和德州建厂 是为共和党控制的周 环保要求那么 环保要求后那么严 周税也低 没那么严 提问 清华大学4月22日成立集成电路学院 感觉浓浓的政治意味 中共似乎有危机感 请问王先生怎么看 中共已经有危机感了好长时间 过去 中国是从2014年 中国在2014年 开始发布了一个集成电路产业纲要 你可以去查一下 产业纲要2014年 这个产业发展纲要出来之后 中国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 大基金 叫大型集成电路基金 简称叫大基金 大基金第1期 大基金2000亿 投到这个产 跟这个芯片生产有关的产业链当中去 然后呢 大基金第2期 应该是前年 前年募集的第2期 第2期也是2000亿 2000亿也投进去 投进去 其实其中有一半给了谁 清华紫光 清华紫光 清华紫光破产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 就是这件事情就没办好 大概是这样 所以中国有 所以其实在很多事情上 中共其实会看得比较早 动手都比较早 你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像 5G 6G 中国都动手很早 中国动手都很早 所以芯片这个其实中国动手也很早 但是就算它2014年开始动手 其实晚了很多年 台湾也好 台湾在电子行业的 深挖深耕 台积电在这方面的深挖深耕 三星在这些领域 那不是10年半 那是几十年下来的 所以中国就像这个 董明珠 很多是董明珠这种思路 投钱 我砸钱就行 光砸钱是不行 不砸钱不行 光砸钱也不行 情况 孙大午被抓那天 我大学同学结婚 酒店就在大午酒店 那天大午集团内部道路可以看到警车 观点 前段时间墙内媒体对特斯拉的质量问题疯狂宣传 前天看到华为电动车发布的新闻 这下解释通了 就是为 华为电动车上市做铺垫 帮助华为卖车 昨天我看到这个特斯拉公布了那个 就是维权 那个维权的说他投诉他的特斯拉 刹车失灵 特斯拉公布了一个刹车数据 说他一直在刹车 所以 就是用数据证明这个投诉的诉求是不正确的 所以 现在你一看 你现在看一下 国内好像官方媒体对特斯拉一下 突然又安静一下 我今天没有看到了 就一下子全撤 就是这样 情况 英国议会下院全票通过一项 要求认定新疆种族灭绝的动议 我们昨天报了 你可以看一下 情况 国内的党宣传把联合国有具体定义的种族灭绝 翻译为西方的新疆动议 这就是典型的愚弄 不翻墙 不学英文的民众的惯用宣传手法 非常low 不过党宣传这套别角翻译正好 可用来识别五毛 哪些是海外统战 统战战线 看标题用语就知道 非常对 提问 现在欧洲各国议会投票 欧洲议会投票录给 新疆种族灭绝议案 但是只是 议会层面 政府还没有直接表态 也有表态说 是否认定种族灭绝需要国际法庭认定 请问王先生 你觉得最后 上国际法庭裁定的可能性大吗 不大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不认账 中国不认账是没有意义的 不着急嘛 一步一步来嘛 先让议会过了 过了最后政府也要过的嘛 议会是什么 议会是民意机构 民意机构是什么 民意机构是代表人民的意愿 那么人民有这个意愿 作为一个民选的政府 他最终还是要跟回来 他不跟有他的原因 这个原因有些是 外交层面 有些是国内政治层面 所以 政府不一定会同步和议会的这个 动作同步 但是政府知道这个信息 他会有压力 所以 你比如说像英国 英国肯定有一些考虑 他的考虑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不觉得英国会在这件事情上掉队 英国在这方面掉队的可能性是零 所以他肯定是背后有些东西没完成 所以 大家耐心一点 我们看着呗 情况 五一调休 今天上了微博热搜 国内网民对这种实际只放一天 却毁掉 前后两个周末 打乱工作节奏的放假方式 怨声载道 我在日本生活的时候 如果法定假期赶上周末 本来的 周末放假会在后面的工作日补回来 CCP割韭菜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本来全年假期 全年 假期天数就倒数 全世界倒数 这一点小地方还跟老百姓算计什么 算计的这么清楚 可想而知 别的地方是怎么算计的 调休这件事情是 全世界不会把 不会把下个要休的休息日 调到这个星期来休 不会的 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操作 就中国有 这是什么 这就叫国体 国体是什么 假期是什么 假期其实就是国体的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国家 作息时间是很重要的 作息时间不能随便调 就是你要有稳定的作息时间 这是国家特征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你没事把这个前面的假期跟后面的假期 挪过来一起放这件事情 目的是什么 为了促进你的旅游业 为了一部分的行业 需要 把全国全国人民的作息时间进行调整 调整到符合这个旅游行业的需要 这是 非常荒谬的事情 所以中国连这个假期 连这个作息时间都不稳定 说我经常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特征不明显的一个国家 道理就在这里 提问 中共看到俄罗斯用大军压境 乌克兰总统就说要谈判 那么习近平不就也可以来个如法炮制 陈兵东南逼蔡新闻上谈判桌吗 解放军不划一兵一族就能达到目的了 解放军做得到吗 解放军不是天天派飞机去吗 你觉得行吗 我觉得不行吧 我觉得这种类比 你把 你把这个中共和俄罗斯类比 你把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类比 然后把这个台湾类比成乌克兰 那你是不是要搞两个中国呢 你这工作做得不大对吧 方向不对吧 这个回去要检讨 领导批评你 情况 俄罗斯跟捷克杠上 互相驱逐大使馆人员 俄勉士捷克不是一个完整版的国家 捷克重提68年前苏联武装入侵 北约和欧盟背书捷克 如果说乌克兰是域外国家 那么俄结外交危机就是北约 北约美国直接对抗俄罗斯的突破狗 危机还在演化当中拭目以待 第1个 捷克跟乌克兰不一样 捷克是北约成员 乌克兰不是 乌克兰很想加入 但是北约现在 不大想这个时候让他加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双方进行这种级别的对抗 不会打仗 为什么 俄罗斯不敢 因为 捷克后面有北约 所以 捷克腰杆子很硬 非常硬 你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我又不靠你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加入北约 你看捷克现在的这个状况 大家就明白了 加入北约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 危机我不觉得有危机 俄罗斯其实 还是那句话 对于独裁政权 外界都会高估他的实力 低估他的决心 就是一样的 其实俄罗斯是什么 俄罗斯也是指劳 情绪 我身为画画 这些年来连续遭受的打压 抱怨说中国文科已死 周围人还只是一笑了之 甚至嘲笑我是个人能力问题 但前不久 央行的那个报告直接让周围人闭了嘴 虽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文科 意识形态 就是 中共的特征跟秦始皇差不多嘛 就是留下这个 留下所有跟 科技有关的东西 把那个 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干掉 冯淑坤如不就这样 观点 种族灭绝这个提议不仅仅对于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 最好能够引向中共对汉人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种族灭绝 包括 但不限于 三反五反 反右 反右扩大 三年饭 饥荒 文革 计划生育等等 非常正确 应该有人做这个工作 情况 今天同样有新闻 台积电南京厂准备追加投资扩产 看来大家都还忙着挣钱 台资扩厂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要对冲一下吗 对冲不了吧 南京厂跟 跟他在台湾的厂 跟他在美国的厂不是同一个级别吧 情况 英特尔的7纳米比三星和台积电的5纳米 电晶体密度还要高 英特尔没那么落后 只落后大概两年 OK 情况 台积电就是用 7纳米 用Deep Ultraviolet 做出的7纳米 拜登已经批准DUV卖给中芯 理论上 中芯可以在未来几年用DUV研发出7纳米 那差得远 我都知道 这差得远了 所谓调休无非是CCP 另一种低人权表现 在国内压根就没有带薪休假这种普世价值 情况 台湾也有调休 比如星期四是国定 假期 休一天 上一天 又休两天很麻烦 会把下一个星期六调过来 变成连休四天 这叫弹性休假 OK 观点 王先生昨天在 王先生在昨天节目中说 中国的学生选择专业都是看是否好就业 想取恒水中学的纪录片 他们为了考大学 付出了多年的努力 牺牲了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 要的是读个不容易就业的专业 要是读了个不容易就业的专业 出来月薪只有几千块 在省会买房子都艰难 所以 根据就业形式来选专业 是实在的做法 没错 我们 可以 应该 按照就业的情况来选专业 这个没有错 这并 这并不是罪恶 我们按照这个就业来选择 这个专业 对个人来说 完全没有错 完全有道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这是第1条 第2条 但是如果你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你整个的教育系统 所有的人 都只能按照 挣钱 挣不挣钱 旧不就业 来选择他的专业的话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失去了梦想 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 有些人按照他的就业去选择专业 有些人按照他的能力去选择专业 有些人按照他的兴趣去选择他的专业 他们都能活下来 都能活得很好 这才是一个有希望的国家 如果大家只能按照自己 能够赚钱 能够 就业来选择专业的话 这是一个可悲的国家 我的意思是这个 我讲的不清楚 抱歉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鸣谢 今天节目就这样 谢谢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